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 長遊歌手 余美英 大家猜猜 我現在在哪個地方來 今天是禮拜六 在西九龍文化中心 可以派這個街頭表演牌的日子 他們是逢星期五 星期老 下午兩點就可以派牌 可以過來申請街頭表演證 有這個證以後 你就可以在西九龍文化中心 他指定的八個地點的其中一個地點 進行街頭表演 而不會被警察驅趕 我們今天一早就來到現場 讓大家看看現場的情況 美利的西九龍文化中心 聽說花了多少多億才打造出來 暫時一區就打造得非常完美 二區還在建造之中 現在我們身處的這個位置就是 一個咖啡室的旁邊 有一個臨時的辦公室 就可以被人申請街頭表演證 看看有沒有朋友在這裡排隊你 咦?你不是運輸部長法哥? 你又是過來申請街頭表演證嗎? 我做期 我做期 你以前有期 然後就看到一個做到紅通通的美女 你就是小熊 你好 排了多久了? 我排了多久了? 這裡是兩點鐘進去的 我們看看這個 身材妙條的小美女是誰呢? 我們大家猜猜她好嗎? 她人就猜不到 不過她的口罩我就記得 整個公養的美女 只有她一個人有這種很特別的口罩 她就是我們現在的 勁過天號 黃珍珍 這裡排隊的 你好 今天排圖偉 真的好東西 是呀 今天一定 聽說我一天是派五十個醜 今天排前面的人 就一定全部都可以撈到醜了 其實西九龍文化中心 對於街頭表演 都是有一定的規定的 例如你的口牌 就需要過去 交低一些政見 一定要是香港的居民 一定要有一技之長 例如你如果是唱歌的 表演唱歌的 你現場在這個口牌面前 就需要表演一首 你比較擅長的歌 經過他的口牌以後 才會給你一張 這個雞影證 雞影證上面 就是會有 你的相片和你的號碼 如果你說我表演魔術 那你可能要在現場 表演一下魔術 或者你想表演的集結 或者其他的你的技能 經過口牌 所以我去觀察審查以後 就批這個給不給牌 這段時間 由於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就 昨天特別多人牌 哎呀 發哥你說你是早期的 那我要給我們的觀眾 看看你以前的舊牌 因為昨天過來取牌的朋友 太多人的西九龍中心 就走不及的 就沒有一個人 即是拿到牌的 那我留下了這個地址 所以就以後寄回給他們 我們其他地 這個文書部長發哥 他的舊牌 街頭表演 唱歌 他是準備唱歌的 反面就是密密密密密密 寫了很多些 規章疾導條例 你一定要遵守的 如果不遵守 那麼工作人員可以拒絕你 繼續在這個表演的 那你這個造牌 應該就簡單很多 做你的口牌順利 好了 還有兩點鐘 還有一點時間 一陣後排 如果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我都會隨手拍地 和大家分享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要去拍地了 一陣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都是為拍地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